新生兒的用品清單 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要分享新生兒的用品清單 那新生兒我主要目前準備到的是 頭兩個月會用到的東西 因為我目前已經38週了 所以想趕快在現貨前跟大家分享 我準備了哪些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東西的最低底線 我主要會分成四大類來說 就是食液柱形 食的部分就是餵養用品類 第一個先來分享奶瓶 謝謝我的好朋友送我一大盒這個奶瓶組合 那奶瓶我主要都是選擇先用玻璃材質的 數量的部分我是準備大概三大三小 小就是150或是180 大的就是240或270毫升 那這種就是180毫升的 這是150 小四王大的是270 超美的奶茶色 它的奶嘴孔是圓孔的 大的如果一開始就要用的話 我會先更換成SS號的 也是圓孔奶嘴 這樣子它的流速會比較慢 比較適合新生兒的 吞咽的速度 奶嘴的部分 我是想先準備三個牌子 讓它去試試看 看它比較喜歡哪一個 再準備更多的數量 那這個是貝青的 全系膠安撫奶嘴 想說貝青是大牌子 選先買一個準沒錯 這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因為它的顏色超好看 又是奶茶色 那還有另外準備 菲利普的香草奶嘴 應該是醫院或是院中心 通常都會用 叫你準備的 清洗的部分 奶瓶刷 我是買這種全系膠材質而已 好像是比較不容易發霉 這是韓國的一個牌子 在蝦皮上面買的 那清潔劑我也是先隨便買 因為我覺得清潔劑應該都差不多 就是買這種奶瓶蔬果清潔劑 那洗完這些東西就是要放進消毒鍋 消毒鍋我當時有三個牌子在選 就是空筆跟小獅王 還有那個T1 小獅王就是很美啊 有那種白色還是奶茶色 又是奶茶色 我最後選擇T1 就是那個T1 是這一台 它的顏色就是普通的蘋果綠 不會說太醜或是太突兀 最多人分享的經驗是因為它可以讓單手上開式 加水的話就直接在這裡面加 比較方便可以單手操作 那控筆那一台好像是因為要上 蓋子要拿起來可能就是稍微多一點點步驟 比較麻煩一點 那有些人還會另外準備溫奶器 我是沒有買溫奶器 我想說先用這種比較寬口的保溫瓶 需要溫度的熱水 再把奶瓶放進去 這樣剛剛好 目前是這樣想啦 不知道實際可不可行 喔還有恆溫的熱水壺我還沒買 就是可以設定在70度泡奶最適合的溫度的那種 恆溫熱水瓶 那個可能我下個月去生瓦或是做月子的時候 再開始購物 好這邊就是未養用品 接下來是衣服的部分 衣服我覺得是最難準備的耶 因為看了很多人家的經驗分享或是文章說 要準備怎麼樣的啊怎麼樣的 但是看了太多片就會一頭霧水 我就最後還是忙買亂買 那我就講個大概的方向吧 新生兒的話就會一直 一天換好幾次尿布 所以人家最推薦的是先穿這種 叫做和尚衣 然後下邊就沒有穿褲子 就直接包尿布而已 這樣隨時要換尿布就還蠻方便的 這種是唇棉材質的 然後下另外一個這個是 立英房買的那種紗布材質的 這個我沒有準備很多件 大概五件而已 另外一種衣服類型就是包皮衣 包皮衣就要選擇可以方便開的 扣子型然後或是綁袋型的 那衣服我覺得幾件買下來 最推薦的是娃娃城的天獅系列材質 這也是那個天獅材質的 摸起來就很舒服 然後蠻薄透的我覺得很適合在夏天 因為像我預產期在七月 就在高雄超熱 寶寶又很怕熱 所以我覺得選擇這種天獅材質的還不錯 隨時都會用到的沙布口水晶 那這個是最小的 方形尺寸 可能是25x25吧 然後還有這種比較大的 幫他洗頭的時候擦他的身體 或幫他洗頭 這個很可愛 經典式小兔兔年 這種尺寸 反正我也是看他好看就買了 餵奶或是拍格的時候 怕他吐奶可以披在這邊 或是墊在床上 像是枕頭巾 也是防止他吐奶的時候弄髒床墊 再來還有準備這種尿布墊 你要怕尿布的時候 就是防止用張床或是沙發 需要少量準備的就是可能 襪子跟手套還有帽子 就不要準備太多 襪子的話就可能先來個兩三雙 手套也是或是直接買那種 紗布衣 它是袖子可以反折的 還有準備這種 算是蝴蝶包巾嗎 然後是拉鍊式的 拉鍊式就是比較方便 不管是換尿布的時候 或是幫他穿的時候 又在那邊包一包去的 小朋友的洗衣精 就會另外準備那種嬰兒用洗衣精 沒有什麼香精的 比較單純的成分 衣服就沒有準備太多 就差不多這樣子 住的部分就是 平常居家會用到的東西 大件的就是床 床我是選擇那種木製 比較像是傳統的嬰兒床 那在嬰兒床上面呢 就是沒有說很必須 但看到可愛的東西 媽媽就會忍不住想要幫小孩買 這個就是像這樣子 可以掉在床上的音樂鈴 然後他可以一直看著 娃娃這樣注視 刺激視覺發展 還有一個安撫玩具 他會發出這種噪音 像是可能他在羊水裡面 會聽到的一些白噪音 他裡面還有一個 等一下再跟狗狗玩的 安撫玩具 早盆我是選擇小獅王的 他為什麼選擇這個呢 沒有特別好看的 但是呢他大小我覺得 比較小 可能適合剛出生的嬰兒 我們家浴室也不是說很大 所以我想先選擇小一點的 加上他還有這個靠背 就比較適合比較柔軟的新生兒這樣子 他後面是這樣直接是寫的 不用另外再加那種浴網 尿布筒 也是謝謝朋友送給我這個 非常實用的尿布筒 上面這樣直接打開 尿布丟進去 就雖然裡面已經有其他張尿布了 他打開也不會讓臭味散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必須的 日常用品的部分 屁屁膏 我在iHerb上面買的 這個是聽說 如果就真的已經有屁屁症 很紅的時候可以用這種 日常保養 可以用禮婦保水的B5啊 或是我有買貝恩的屁屁膏 因為在iHerb上面買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順便買了這個 很多媽媽推薦的寶乖癢 算是一種可以防止長腳痛 然後還有加維生素D3的 一般的護理還有 先買了一包這種 口腔清潔棒 像這樣子 平常護理就是需要一把指甲刀 因為新生兒的指甲很利 而且長得很快 很容易一直刮到自己的臉 然後用這種 新生兒剪刀會比較安全 雖然我覺得我可能 一開始不太敢剪欸 怕剪到他的肉 他媽媽要堅強 純水的濕巾 我有打開來用過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抽的時候 他不會說連在一起 他每一張抽起來都是獨立的 有些 就是你一抽都有兩三張 這樣很浪費 所以這個 目前覺得還不錯 還有傳承朋友的黑白卡 因為小朋友 一開始都只有看得到黑色白色 所以就是 可以放在嬰兒床旁邊 刺激他的視覺發展 最後就是出行的部分 兩件最大的推車跟器座 有些人可能會再另外買提籃 但我沒有選擇提籃的是因為 我覺得 出門的機會不是很多 加上他能夠使用的期間 不會說到很久 可能最少可能五六個月 如果寶寶太大就做不下提籃 所以我就選擇這台器座 是日本的APRICA 主要選他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可以從平躺的角度開始使用 那就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 推車的話 當初也是看了好幾個牌子 不管是很漂亮的很貴的 我自己主要想要的功能就是 就是要輕量跟穩定 還有輕生兒也可以就開始使用的推車 也看到另一個朋友 他推Recover第一代 然後用起來新的感受 是蠻推薦的 然後到現在還都還在用 所以我們去試推之後 覺得還不錯 就選擇了這一台 當初買他還有送這種 涼感的坐墊 還有那種透明的防水 或是防雨的罩子 那這就是推車跟起座的部分 反正是扮一下收開的方式好了 這樣收起來 讓我們再把它打開來 後面有一個這個 一拉 下不掉 我最後想要分享一些 我購買的一些透露 使用媽媽所冊可以獲得的一些折扣 當初買這些東西折扣最多的就是在 在夢時代 高雄夢時代週年慶的時候 在娃娃城買了 這個推車跟起座 還有其他一些小東西 百貨公司週年慶 可能就有3000送300 高雄其他百貨公司 好像幾乎都沒有這種 3000送300這麼優惠的活動了 加上當時候娃娃城 他自己又有5500再送500 雖然那個起座是沒有參與在裡面的 但推車有還有加上其他一些小東西 最後結帳的時候 他腳下的iCash Pay 又可以在每6000再折300 所以最後算一算下來 差不多有6000塊 那第二個通路是 拿媽媽手冊 去栗英房 可以領媽媽裡之外 然後我在這邊就買了消毒鍋 他這台大概定價就是2990 在麗英房收購的話 每2000可以折450 然後媽媽裡又有 他會給你一本什麼 折價券吧 每1000可以再折150塊 所以你只要買3000 總共可以折600塊 等於這台消毒鍋只要2390 那還有一個是大樹 去大樹藥局 收購的話也是可以88折 那個澡盆就是在大樹藥局買的 500塊 然後再打88折可能就400多塊 但其他東西我覺得 像奶瓶什麼的 他打完88折我覺得 還是沒有網路上便宜 所以我那時候只有買澡盆跟 那個固齒器那種類型的 可以讓他放在嘴裡面搖搖搖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新生兒用品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下個影片可能就有小寶寶囉 掰掰 這樣便有 Pete 裡面我們就有多少 剛剛說吧 有你還有一些